士比亚世间的任何事物 追求时候的性质 总要比享用时候的性质浓烈 一艘清下水的船只 扬帆出港的当儿 多么像一个娇妖的少年 给那轻狂的风儿爱抚 搂抱和事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 船帆也变成了歹劫的拓纳 他又多么像一个落魄的浪子 给那轻狂的风儿 似义吸灵沙士比亚珍